温家宝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在中共人大开幕会上做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后三居公下台 美国媒体报道对温家宝的离任有赞赏更有反弹 特别是这两天出现全中国的大过户和离婚潮 网友说这是民众以另类行动给温家宝送行 究竟温家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还是替中共背了黑锅 下面一起去了解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通知 定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新国五条 这是在人大会议前夕为抑制房价紧急推出的新规 其中规定出售二手房时要将买卖所得的20%缴付个人所得税 结果引发很多名下有两套住房的夫妇离婚 根据现行法规规定 有两套房的夫妇离婚后可将房产分摊到他们个人名下 因此不需缴付20%的税 卖楼后他们可以再次结婚 新国五条还导致大陆掀起大过户 所谓大过户是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过户给买家 或过户到亲友户头上以此来避税 据报道 过去两天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中心人头传动 人人都想赶在政策实施前过户 人大开幕当天 杭州的房屋成交量被称为爆炸式增长 北京的二手房交易大厅被挤爆 并由大批黄牛现身 以3000元的黑价出售办理过户的号码牌 而上海的黄牛号据说已涨到了5000元 法新社报道 在上海的婚姻登记处挤满了前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 此外 广州 哈尔滨 宁波等地也出现同样现象 据说 南京的婚姻登记处仅一天时间就有294对夫妇办理离婚 星期一有1600人申请单身证明 此外 还有些刚办完离婚手续的夫妇立即赶往二手房交易市场 希望赶在新国五条实行前卖掉第二套住房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 中国老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血汗钱 自然会想尽各种办法 中国房地产背后的这个绝大部分利润呢 最后都通过各种形式的税费呢 流到了政府或者说各级中共官员的口袋里 中国不解决实质问题 却出台一些政策 逼得老百姓不得不假离婚 这是一件多少让人感觉有些悲哀的事情 一些离婚夫妇的这个年龄啊 甚至都已经超过70多岁了 不过 离婚潮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三年前 大陆实施限制购买第二套房产时 就有很多人假离婚 而报道指出 中国大陆这两天出现的大过户和离婚潮 是民众以另类的行动给温家宝送行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向新唐人表示 一般老百姓会认为 是温家宝出台的新国五条 因为他是总理 但是他说 中共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 但实行当中有房的人他的利益又受到了波及 那他们骂谁呢 就骂这个温家宝了 任何人在中共这种体制之内 中共只要这种体制存在 你再有想法想为老百姓做事情 实际上你就做不了太多 你最后只能是替中共去背这个黑锅 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前秘书余梅孙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温家宝多次表示的阳光执政也依然未能践行 这些都是他的民望极跌 亲民形象也被戏虐成表演 而造成温家宝今天悲剧命运的原因 于梅孙指出 在于温家宝把自己与这个体制绑在了一起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是体制的糟糕 决定了他都是败绩 于梅孙说 温家宝实际上也是个悲剧性人物 温家宝实断的吧 被吹了